我们今天慕名的来到Santa's Village 它位于莫斯科卡地区的Brice Bridge 其实距离多很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算是比较近 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算比较好找 门口也有停车场 非常的方便 刚走到门口就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游乐场的主色料 就是白色和红色 还随时可见一些圣诞老人的头像 圣诞节的感觉 非常的有意思 走进去之后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旋载幕 可惜现在游乐场里面 有一部分的游乐设施是不开的 大家要自己去它的官网去查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都有在开放 这个小火车的轨道非常的长 从一进门我就看到它了 这几乎是围着整个一个游乐场的 非常的长 可惜现在也是没有开的 今天就做不了了 这里有一个圣诞老人的小教堂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 大家看这个花 这个草 这个树 其实说它是游乐场 这个感觉更让你觉得它像一个公园 或者是动物园 很多小动物在这很可爱 可以喂一下 就是有山羊 还有这个应该是羊驼 非常的可爱 游乐场里随处可见这种小店 可以买一些纪念品 还有很多的餐厅 其实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 看看风景都是非常好的 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公园是靠着合见的 因为我来之前看了地图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去坐一下船吧 走到河的这一端 其实还有更多的游乐设施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 这种气球飞机 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过山车 其实看起来很好玩 可惜现在并没有开 这里有个长得很像QQ的一个 今天这个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这个倒影在湖里的云 真的很漂亮 这里有这种 我想应该每个朋友都一定玩过的 脚踏船 很久很久没玩了 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欣赏一下今天这个湖 非常的漂亮 不过往里面的感觉 其实大家仔细看这个湖是很浅的一个内 可以看得到水草 非常的宁静 安逸的这种感觉 吹一吹一风 非常的惬意 感受一下真正加拿大的风味 另外在这个游乐场里 还有好几处这种 Tree Top的这种游乐项目 这些都是免费的 而且我确定它是开放的 最后我要去开一下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卡丁车 这个也是开放的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玩一玩挑战一下 打破 打破 誠喜 控制 打破 打破